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ETV的《講人講事》 今集我們就很簡單講完東西,就叫做愛國 我經常聽到很多人都說愛國,愛國,愛國 你作為一個人,難道你不愛國嗎 我就覺得很困難,我不是說不愛國的人,不是人 也不是說人,一定要愛國 但我又覺得這個自食在香港人的腦海轉 在爆發你,究竟什麼是愛國呢 我就覺得香港人很奇怪 首先我們沒有一個國籍概念 因為其實我們以前的中主國是英國 現在的祖國不是中主國,是中國 在主權移交之後 我們管治的國家就由英國變成中國 但大家都很清楚知道 我們沒有把英國當作我們的祖國 我們更加不會把中國當作我們的祖國 因為說真的,政策很混亂 特區政府施政的態度是怎樣大家都看到的 甚至中國我們一直都很害怕的共產黨 1950年就有很多大陸人來香港 我們的祖父母甚至都是大陸人 在他們的口中都聽到很多關於共產黨的壞事 大陸政府怎樣不人道 怎樣對待他們的人民 其實大家都聽到了 到了1989年,很多香港人都很榮幸 看到原來大陸政府這麼殘忍 整個恐共的情緒在香港蔓延 甚至到現在都是的 可能釋法、多次釋法、中聯辦治港、西華人治港 其實這些都令到香港人更加排拒中國政府 但是呢,我很肯定有一件事 就是慢慢在滋生著 就是我們香港社會的認同感 本土主義在上升著 這件事我覺得是很好的 因為首先,我們作為一個香港人 我們看到我們的社會很多的不公義 例如,為什麼有些官可以說大話 說得那麼厲害,好像陳茂波那樣 越催越大的 可以這樣做官口說 無此道不走的呢? 為什麼我們的特首僭建了 原來埋了就是沒有僭建過 都可以繼續做特首的呢? 為什麼我們的特首那麼多大話 說那麼多大話 完全是不負責的對市民 都可以繼續做特首的呢? 甚至我們會問為什麼我們的政府 可以用催淚彈 可以用一些荷槍實彈的防暴警察 去對著一群毫無武器 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的呢? 我們有很多的問題在這裡 亦都因為這一連串的問題 其實惹了香港人站出來 他們關心政治 從而養人 即是有一群人 有一個本土意識 我們愛香港 很明確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愛香港 所以才會有所謂的光復行動 光復廣東道 但是參與的人數其實不多 但是到近年的光復沙田 光復屯門 光復上水 甚至很快會來到的光復元朗 這些一連串的光復行動 其實看得出香港人的本土主義是在的 我們不要說愛國先啦 愛國是一個很壽臨 一個很莊嚴 或者很重的一個東西來的 愛不愛國 什麼叫愛國先 你怎樣定義愛國是什麼 你怎樣定義 你怎樣解釋什麼是愛國先 但我們很肯定的 我們這一群香港人 有本土意識的香港人 我們首先是愛香港 第二個我們就是尊重這個公義 我們追求的是公義 我們追求的是公平 很簡單的 為什麼會有光復行動呢 我們就會問 為什麼大陸人可以來香港 搶完我們的東西 而政府不理呢 搶床位 搶奶粉 甚至現在連日用品 金沙都可以搶的 其實我們的生活 有些大陸人就說 我們都是來消費 不要說不貢獻 但一定會刺激到你們的經濟 我們首先 我們絕對是歡迎所有國家的人 來香港旅遊消費 這是無可否認的 因為我們的經濟需要 我們是一個世界 一個叫做全球化的經濟體系 我們的經濟是受到全世界的外圍去刺激 甚至受到影響的 無論你哪個國家 中國也好英國也好美國也好 我們絕對歡迎的 但若果 當外國的人 外國的旅客 只要到我們本地居民的生活 我們本地居民的生活 受到影響的時候 這件事絕對要停的了 是要停的 是一定要停的 因為怎樣都好 香港人是大了 因為這裏是香港 這裏是我們的地方 所以不要說什麼 香港人主場這些 很敏感啊 香港人主場 喂 這裏是你家 你家不是你主場 難道你旁邊的居民主場 走到家裡罵你也可以 搶你也可以 這裏是不合理的 就是這麼簡單的道理 但很多香港人都覺得 哎呀不要歧視大陸人 很慘的 喂 大把香港媽媽 子女 本來是上水人 要走到屯門 走到大埔沙田上學 你不說她慘 喂 人家媽媽不用上班 每天照顧女兒 每天都帶女兒 帶火車 很快 但是時間 Time is money OK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為何外來的人 可以搶佔了我們本地人的福利 為何縱緩以前七年的 之後一年就拿到 這些又是不合理的 西門子 青年團主席自由黨 就說 其實不應該給少數族裔 有福利先 應該給了本地居民先 其實這句話是完全是錯的 因為少數族裔都是香港人 香港是一個很不同的社會 很多人 無論是印度人也好 巴基斯坦也好 日本人 英國人 美國人 葡萄牙人 都可以是香港人 很簡單 喬寶寶 她絕對是香港人 尼君雅也是香港人 再追遠一點 杜葉錫欣也是香港人 羅寶 立法局議員羅寶 她是葡萄牙裔的 但她也是香港人 她們是不是不是香港人 她們都是香港人 她們都是用一個香港的心 去為香港的社會服務 一直為香港社會服務 這個絕對是要承認的 難道她們不是香港人嗎 因為她們不是華裔的血統 我們就要犧牲了她們的利益 這個是不對的 講不過的 但為什麼我們會這麼堅決 就說未夠七年居留權的大陸人 不可以拿到縱援 拿到我們的福利呢 她們貢獻過香港什麼 她們貢獻過香港什麼 為什麼她們一來到 就可以拿我們的福利 羅寶動議 立法局議員 幫香港市民去爭取 杜葉錫欣 民選的市政局議員 一直由六七部 一直都為香港的低下層發聲 喬寶寶 尼君雅 她們一直都在電視上 帶給我們歡樂 一直都在告訴我們 原來不同血統的人 都可以融入香港這個社會 他們為香港的多元化發聲 這就是她們對我們的貢獻 難道你敢說 少數族裔對香港的貢獻是沒有嗎 開埠的時候 我們都是靠少數的族裔去幫助我們 所謂大多數的族裔就是華人 因為這裡是中國的地方 華人的比例是多些 但是是不是就歡迎所有不同地方 香港的人來搶我們福利 大陸人 很簡單 絕對不容許 這些是我們香港的納粹人的汗水 你不尊重納納粹人的汗水 你是不尊重整個香港 你是不尊重香港這個體制下的遊戲 我希望任何說愛國的人 所有的成龍 又或者陳正心 高達斌 你們是沒有資格愛國 首先第一件事 你們連什麼是公義都不懂分 你連對自己人愛香港這件事都做不到 你怎樣去愛所謂的國家呢 高達斌很簡單 普通話都說不得多句 賴箭賴箭 人家外國人聽到以為是 賴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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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愛國就好像一個人和狗說尊重 一定要很清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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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愛的是什麼國 我們的特首和政長官 整家都英國籍的 我們的政務司司長 整家都英國籍的 才爺 他的子女在外國讀書 律政司 我相信他的家人都有外國籍的 我不清楚 我不敢說 我們再說上少少中央 習近平全家都是美國籍的 美國還是澳洲 總之都是外國籍的 商貿部部長全家都是美國籍的 你愛什麼國呢 周庸 大家的愛國偶像 周庸是英國籍的 你是在愛淚皇陛下的政府 還是在愛中央人民的政府 要搞清楚 當特首 政務司司長 說特首的人選是要愛國的時候 大家就要問一句 是愛哪個國呢 英國還是中國呢 政府兩大首腦 三司和特首 都是外國籍的時候 你憑什麼說愛國呢 這是一個笑話來的 所以 香港人 我們不要說愛國 因為這個太大 我們是做不到的 除非你是無賴 你是 完全是 怎麼說呢 你是不顧廉恥的人 你絕對可以做到愛國的 包括成龍 但我們 接受過教育 是文明的 是開化了的人 是有廉恥的 我們就不說愛國的了 我們就說愛回香港 我們對這個社會有歸屬感 我們對公義有執著 對公義有追求 其實這個已經是愛國 或者是一個屬於人的高度 成熟的行為 我們最緊要記得 愛香港 愛回我們自己的媽媽 愛回我們自己的家鄉 香港就是我們的家 香港就是我們的母親 我們從來都不容許有任何人 以愛國 又或者用其他的名義 去破壞我們的家 那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的家鄉 コメinhas 我們在一起